这很灵数 邻居 邻居的遭遇 DT天地直接被打掉了 而且另外的队友跟CTG还预期了 很拥挤 这韩线的压力 听到车停了 完了 这波要开门了吗 来了 听到脚步声了 反应 这波就是开车的时候 还听到这个房子 没您家的脚步声 您家感觉他反应有点不太对 有点犹豫 他接车没接下来 人啊 这四人直接贴进来了 一过点 KID跟考虞的对枪 两个人都被磨掉了一丝血量 相互后撤 考虞直接退回了大仓 而另外一侧悬子 也是被留在了红房附近 近年有三个人 但是考虞这个角度 在防区继续防守 SMS队位支援到位了 被盯上了 老橘出手了 这边好像是KID KID把这个人放倒的 两个人的血量都打掉了一些 KID被打掉一个 考虞打成一个大残 考虞打成一个大残 要直压 KID在楼上把牛打掉 SMS只剩最后一人了 被包围了 好想K这个头 这边疯狂拿分 这边还是潘多拉 把最后一个人淘汰掉了 SMS第七名的 说了有可能不打 4倍AK 整活 可以补 找到机会拿到更多的分数 先打开手感 但是Lemo也是最近表现非常好的一名选手 很快的将天天放倒 剩最后一个了 扣着 插一枪 哇 这个位置没打掉 可惜了 再换一个点 刚才的反波是踩不出去的 因为DT的假抽 4M还在等 北边可不可能会来人 但二阶段圈形马上合了 概率已经非常低了 确实 就是DT这个角度的话 就是尽量想在这个位置 拿一点分数 换一点分数 主要是头顶还有Pero的强线 感觉Pero想要拿这个分啊 很难的 黄胜龙的位置很危险 还是被假抽酷抽倒了 还好 不过队友在边上 能不能找机会拉一手 然后拿到了安全区中心的双反坡 是的 由于这个集装箱有人 他们是选择蓝圈 反绕走北部的大圈 对的 然后一路绕回来 按一开进龙几山一段没人 直接可上 是 FTY近坑两个 过点被打下来一个 崔哥 将龙死根给放倒了 没上山 再往连排方走 连排方没漏 悟空是 22%的概率算很高的了 对的 这么多点位 这个雷正好人在脚边 上车想走没成 这小凯的一波枪线 将龙宗泉跟阿伟直接放倒 完了出大事了 没有想到这波激活这么的快 人已经赶过来了 FLYING还在这个侧翼拉枪线 FLYING大残了 这波小路近点先打一个 有雷可以补分 要先打起 永远的血量也不是很高 刚刚打起来 这个反坡倒是可以继续操作 永远要开车 再往前拉 有人要接 是 接 FY来了 他这波上一段的这个时机 把握得很好 正好是两队打断了一个时机 直接踩住高点 一波高打击的输出 FY出枪了 这样缓解了一些正面的压力 FYM的人还没有被补 封了很多的烟雾弹 而且正面小凯也倒了 这样有机会能扶的 已经扶起来了 在烟里 这波续烟找机会救一下人 FYM还在侧翼继续续续续续续 但这个平地太 这一点就是刚才虽然在北部能看到一段的一些靠北部的这个信息 但是南边有人要溜着 也不一定知道 FYM选择了这波直接进攻 FYM选择了 这是一辆火力车 这波打成了大惨 得到脸前来了 这波能接住吗 龙泽泉这波反打 再打一个 压成残血了 就剩他了 全队最后的希望 这波先把分数给拿下 静点真一发 手雷直接扎到脚边 阿维被补掉 还要找机会 他的血量并不健康 Summer也在打血 东东拳侧面看能不能抓一波小鹏的过点的机会 小鹏也来了 这波竟然是个高打低 二打一 没办法 这波是被输出掉了 GFA也掉了两个人的 是 弗莱姨找了一波机会想跑位 小凯还给扶起来了 Pero这波一看右上角信息 拿分的好机会来了 掐大分呀Pero 掐大分啊 Pero来了 来了 掐指一算 如果这把我吃了 是不是可以冲击一下 又会理所应当的 认为那个地方是有人的 是的 二亲一 小明加AZ 但是这有个测试机会的 不清楚位置 哇 AZ 反应好快呀 这个位置 New Happy的优势是有的 看下情况雷 继续这个手雷 扔在坑边 幸好反应够快不过 又炸倒了一个 还有还有 出枪了 这个位置轴平 又要往来丢雷了 哦呦 最后一个了 这个坑 简直跟投篮一样 确实 哇 哇 这个雷没炸到 就剩一丝了 还有 换身还有雷 换身 来了一个高抛三分 这个角度有点远吧 能弹进来吗 能弹能弹 哎呀 哎小鬼还K了一分 好惨 惨中惨 这位置真的难操作的 烟雾弹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啊 就四面八方全是雷 是的 耳机也听不到 所以雷的这个输出效率又很高了 这一波 都是嗡嗡的声音 换身 还是不想省一省 还想省一省啊 对的 留一些雷打决赛圈嘛 被闪了 回闪 就一个人不多了 信息很具体 对的 时期已经开始提前的往圈里面走了 看到了 哎 尝尝六支队伍 三支前四名 可怕 正面来了 天梅爆闪 天路 不知道两个直接贴人了 匆匆连打两个 天梅正面指上来两个 有惊无心了 天 但这波打架是时期从背后绕拐的一个好机会 对的 正好两边全都是残边 时期要找机会摸到这个底坡 如果呢往上推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超级追分机会 是的 这波露露 牙痞也助力还在被吸引下 会出手枪 匆匆10把给放倒 是在洗了拨头 天梅看到天路倒人也要往上拉的 刚好苏九绕到了背后 我还能K的 这分拿到了 我把时期这波拿分真爽啊 刚好是两队打倒 还没补 时期时候开车直接顶到脸上 天梅还有个压屁的 过点被小童修掉一个 速球又洗头 最终是Pero的一个出枪 天路被淘汰 天梅还有一个独狼 也被天路的玉收下 想拉人 这波拉人 但没有想到天霸想找机会反绕过来 而且Pero也过来了 老是天梅被淘汰 天路还有匆匆 是的 通常被扶起来了 而且Pero过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给到New Happy上山的一个机会 对的 因为就很危险了 New Happy已经踩到了安全区的正中心了 这个要看机会的把握了 对的 那New Happy没有想到后来 其实假如New Happy拿到这个双方 太灵了 太舒服了 这局New Happy机会稳住 吓哟 吓一跳 这波没拉起来 真的吓一跳 天霸正面 17 2 前后都有人 他被天霸吸引了 背后有人 从从出手 要补人了 完蛋这波高达的 幸好小鬼反应够快 不能不能不能 还能护骂一下 哎呀 差点 差一点 小唐来了 没有掩体 直接被雷格斯击倒 底部7天还在绕 脚不顺就被听到了 Pero这么要顶了 小明被打成了一次 再往回撤 掩体不是很好 New Happy听到了枪声 这个人 New Happy现在在进行息 他真的好稳 这个他很想吃 他知道17在场上 对 如果让Pero先打17 他这波收一个残边 是的 就不管赢不赢的话 他的这个优势真的很大 Pero倒人了 Pero倒人这个星期 New Happy拿到肯定要去了 对 这一波看能不能全拿 如果New Happy 不住 谁在拉人 尽量保证一个 更好的一个编制 小鬼要抵到近点了 Pero没要扶人啊 这波让Pero一瞬直接全 不团灭 4打2打1了 这波实际上有能扶吗 还被打了一枪 回头其实又打一个 Pero想到天霸这波出手 17只能拿一个第2了 这一场 一波道具轰炸 不给分了 不给分了 一分也是差距 不能给了 这局New Happy 掐大分 上大